之前在醫院遇到一個比較驚悚的 就是那時候在小朋友的家或病房 遇到大概四五歲的小朋友 送來說呼吸衰竭 然後我們當然小朋友呼吸衰竭 如果他以前都沒有一些什麼 先天性的疾患 我們當然考慮說 他是吃到什麼東西 或是感染所造成的 那時候我們也會考慮說 會不會有一些中毒的可能 吃到農藥 吃到一些有毒的東西 那我們有把他的尿送去做化驗 因為他的家庭剛好是 爸爸在婚 然後 所以那個媽媽是繼母 對 媽媽繼母 但是其實我們在解釋病情的時候 他媽媽也都是很關心的狀況 那就是那個時間點 因為他要把尿液送去外面什麼農業 什麼什麼的局 送去做化驗 那其實媽媽就會假好心說 那我幫你們送過去這樣子 那其實我們自己 我們也有送一份 但後來發現說 送出來的報告 媽媽那邊是正常的 我們這邊其實有驗到 就是有機靈 就是農藥的 對 你是不是你們驗錯了 後來是因為 他小朋友的狀況OK出院了 但是出院 隔天 他又被衝進來了 就覺得很奇怪 那為什麼 才不是才剛出院的嗎 然後後來才通報警方 後來才發現說 其實是繼母 他要爭寵 所以他嚇 因為他忌妒了 太壞了 心也太狠一點了 對 對 對